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看到真言四章的一段经文 我想再回去看一下 因为那段经文最能说明 听是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 听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说明给你听 这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我怎么应用真言四章 我在医院住院期间 发现了这段经文 说神的话可以给我健康或良药 我告诉自己 我打算这样做 我感谢医生的努力 但他们一直无法医治我 所以我要把上帝的话 当作药来服用 我这样决定了以后 上帝给我一个感动 心中清楚的感动 他说医生开药给病人时 服药方式会写在药瓶上 上帝说这就是我的药瓶 服药方式就写在上面 你最好读清楚 我就翻回那段经文 看见四个指示 怎么把神的话当药服用 如果医生开药给你 你却不按照指示去服药 医生会说这样不会有效 所以你读了或听了这段经文后 我会给你四个指示 怎么把神的话当药服用 在座大概不会有人 一辈子都不需要知道这些指示 很少有人一辈子没生过病 所以这些指示要记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可以派上用场 这四个指示如下 第一 留心听我的言词 第二 侧耳听我的话语 第三 不可离你的眼目 第四 存济在你心中 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每个指示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 要留心 翻开圣经 读上帝的话识 你一定要全神贯注 不要分心 要阻断其他的声音 其他的影响或念头 要全神贯注读圣经 毕竟这是上帝在向你说话 值得专心聆听 第二个指示 是侧耳倾听 或是锤耳倾听 这是谦卑的姿态 引述这段经文 让我一直想到非洲 在非洲的中小学 如果学生拿着作业布 来找老师 他会站在老师面前 摊开步子 低头 锤耳 意思是说 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是吧 所以侧耳的姿态 是表示 请您教我 我愿意接受教导 我需要学习 我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过去以为 基督教的信仰是 如果想做基督徒 就要有痛苦 过一辈子的心理准备 我当时不确定 值不值得当基督徒 这种心态 甚至一直持续到 我信主以后 我后来研读圣经时 觉得圣经一直在说 上帝要你健康 要你强壮 要你成功 我一直对自己说 会有这等好事吗 圣经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别的意思 我心里正这样想的时候 上帝再度向我说话 给我一个感动 他说 谁是老师 谁是学生 我说 主啊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他说 你愿意让我教你吗 我才发现 自己并没有侧耳 并没有准备好要听 我对上帝的意思 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如果他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听不见 过去没接触过基督教的人 也许不会有这个问题 从很多方面来看 反而比较好 想法不会设限 但在座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过去接触过基督教信仰 可能接受过很多传统 和先入为主的观念 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像我这样的人 很难听见上帝要说的话 因为他要说的话 不同于我们期待他说的话 所以若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侧耳 低下头来 谦卑 愿意受教 我当过几种不同的教师 我知道不肯受教的人 是教不会的 你再怎么用心教 用心讲解 都不会有结果 必须想要受教才行 要有受教的态度才行 第三个指示是 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这是指专注 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上 不要又看圣经 又看别的 因为那些话 可能会抵触圣经的话 总而言之 意思就是说 单单专注在上帝 透过圣经 对你说的话上 不要分心 不要容许别的影响 让你转离上帝的话 教师这个行业 我相信在座一定有老师 我们以前在小学教书 教学生 有两扇大门 可以引起孩童的注意 其中一扇是耳朵 另一扇是眼睛 好的教导会双管齐下 所以有影像的教导 比有声音的教导有果效 因为是透过耳朵和眼睛 这两扇大门 但上帝领先那些名师 有三千年之久 因为他说要透过耳 和眼来教 第四 最后的结果就是 存迹在你心中 这些指示 是为了让上帝的话 存迹在你心中 心是人格的中心 接着真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换句话说 你心中有什么 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 所以要保守你的心 某个非洲语言 把这句异作 尽全力保守你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这点我再强调也不为过 在座每一位 你心中有什么 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 心里面错了 人生就不会对 心里面对了 人生就不会错 因为心会决定 我们将过怎样的一生 这些指示的目的 是要叫你看见 如何把上帝的话牢记在心 透过耳朵和眼睛 这两扇大门 透过专注 透过谦卑 透过受教的心 你若遵守这四个指示 就是在听 这时就会生出信心 不管是生病 或面对什么难关 你如果需要信心 真言四章这段经文 就是在叙述 如何得到信心 现在继续谈谈 上帝的话 还有哪些功效 下一个功效是 胜过罪 在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一节 大卫向上帝祷告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了你 大卫用藏这个字 有个现代译本 一座珍藏 或当宝贝一样珍藏 所以大卫是说 我把你的话 当宝贝一样珍藏在心中 珍藏在我全人的中心 这里再度看见 心有多重要 如果你把上帝的话 藏在心里 这些话 会指引你人生的方向 所以大卫说 我不想犯罪 保护我不犯罪的办法 就是把你的话 藏在我心中 有人曾说 不是让罪使你远离圣经 就是让圣经使你远离罪 迟早其中一方会得胜 如果圣经得胜 就会保守你远离罪 诗篇 十七篇四节 是大卫的另一个见证 大卫是个很诚实的人 读他写的诗篇 会看见他的生命 藏在罪中挣扎 但是感谢上帝 透过大卫的挣扎 带给我们方向和帮助 诗篇十七篇四节 论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谨守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强暴人是撒旦的一个称呼 所以撒旦有他的道路 要引诱你走上去 因为那些道路会通向灭亡 有些路会放误导人的指标 比如成功 快乐 受欢迎 吸引你去走上那条路 但终点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那是魔鬼放的指标 如果想保护自己 不走上这些歧途 不走向灭亡 就必须留心听上帝的话 他的话会警告你 提醒你 指引你 会指出网罗和危险所在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翻回去那里看一下 第九节 网上两节 诗篇作者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这是年轻人的一大问题 不只有年轻人会这样 但年轻人特别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又想到当年在非洲 基本上非洲人认为年轻男女不可能保持纯洁 他们认为这不自然 我们必须用上帝的话来劝他们 大卫问 少年人要如何过捷径的生活 这是生活中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吗 没有人会说这很容易做到 但大卫说 只要留心上帝的话 照着去做就能办到 我再说一遍 不是让圣经使你远离罪 就是让罪使你远离圣经 如果你渐渐对圣经失去兴趣 最好检查一下 生活中是什么事取代了圣经 否则可能会让你大祸临头 圣经不但会让我们胜过罪 也会让我们胜过撒旦 这一点非常重要 撒旦是所有基督徒的敌人 他不断在抵挡我们 设法带我们射入歧途 引我们落入试探 但他不见得会赢 我们能够打败他 我们有一项武器 就是上帝的话 在以弗所书六章 保罗谈到基督徒穿戴的军装 他指出每个基督徒都在打仗 是打属灵的征战 不是打肉体的战争 不是对抗血肉之躯 当代圣经一作 不是和有肉体的人征战 而是和属灵的活物征战 和属灵的势力征战 因为是打属灵的征战 所以需要属灵的武器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 列出我们的属灵武器 但我现在只谈最后一项 十七节 戴上救恩的头盔 这会保护你的头 我插体一下 这是盼望 铁赛罗尼加前书五章八节 谈到盼望的头盔 我本来没打算讲这个 但我想上帝要我讲 因为有很多人患忧郁症 我不会叫你们举手 但我如果问在座有多少人 经常感到沮丧 忧郁悲观 一定会有很多人举手 我就曾经这样 我刚开始侍奉时 经常感到非常沮丧 我已经重生得救受圣灵的喜 而且在带领人信主 但忧郁的乌云 却笼罩我 包围我 压迫我 我在当中挣扎奋战 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对抗 却徒劳无功 而且越是奋力抵抗 情况就越糟 有一次我感到非常绝望 这时突然读到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 上帝说 他会赐给我们赞美一 来取代沉重的灵 这是清定本的翻译 我读到这节经文时 圣灵对我说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是邪灵在折磨你 不是你有问题 不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而是有另一个灵 在左右你的思想 我们只需要再看一节经文 约尔书二章三十二节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救必得救 我就对上帝说 主啊求你释放我脱离 使我沉重沮丧的邪灵 奉耶稣的名祷告 上帝就释放了我 接着上帝告诉我 该怎么保护自己的思想 我想到军装 一定是头盔 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 这是救恩的头盔 我心想我已经得救 我还需要救恩的头盔吗 但保罗叫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戴上救恩的头盔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指什么 就查考类似的经文 铁赛罗尼加前书五章八节说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所以我对自己说 这盼望就是我的头盔 可以保护我的思想 我继续研读圣经 看见盼望 是相信好事会发生 上帝叫我必须改变 整个思考模式 我天生是个悲观的人 不但天生悲观 后天也学会悲观 在我们家如果不担心 就要担心自己怎么不担心了 我发现我需要改变 整个成长背景的影响 我必须戴上盼望的头盔 期待好事会发生 我的做法是 每次出现黑暗负面的思想 就刻意用正面的经文 来取代负面的思想 渐渐的我的思想自动转变 感谢神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当然每个人偶尔都会受负面思想攻击 但整体而言我不再容易沮丧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 所以我先从邪灵中的释放 然后学会保护我的思想 我本来没打算说这个 但在座也许有人需要听 有一个头盔 是盼望的头盔 你读圣经就知道 基督徒没有理由感到绝望 圣经上到处都有 使人充满盼望的理由 但你必须找到那些理由 然后去应用 现在我要讲下一句经文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这是我们用来攻击撒旦的武器 就是上帝的话 在座也许有人听过 今天有很多人教导说 有两个希腊字 一指话语 一个是Logos 一个是Rima Logos指上帝全部的话语 也就是永恒上帝全部的话语 Rima则是从上帝口中出来的话 这里原文的用字是Rima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Rima 换句话说 不是你床边或书架上那本圣经 在保护你 而是凭信心说出圣经的话 会保护你 那是圣灵的宝剑 非常锐利 你每次用这武器攻击魔鬼 他就会退后 他惧怕圣灵的宝剑 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 在马太福音四章 撒旦来试探耶稣时 耶稣怎么回答 他三次都说什么 经上说这是什么 是圣灵的宝剑 撒旦离开了耶稣 他无法应付圣灵的宝剑 你可以给撒旦各种精神上的理由 但他只会嗤之以鼻 但你只要引用圣经 应用在自己身上 就可以把他赶走 所以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对抗撒旦的武器 我再给你们另外两处经文 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 这节的下半句 约翰说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上帝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那恶者是谁 撒旦 约翰针对那些年轻人 说了三句话 他们刚强 他们胜过撒旦 原因就在第三句话 上帝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 如果你有上帝的道 长存在心里 就会给你属灵的力量 让你胜过撒旦 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相信这里是在描述 属上帝的人和属撒旦的人 在末日的一场大决战 魔鬼亲自参战 但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得胜的关键 这里说 弟兄属上帝的人 胜过他撒旦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我们要怎么胜过撒旦呢 要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有句话我有个特别的解释方式 跟许许多多人说过 我常跟大家说 如果你需要付钱听我讲道 你可能付不起 我当然不会要求你付钱 重点是这个真理无价 如何靠羔羊的血 和自己见证的道 来胜过撒旦呢 我都是这样解释 我们能胜过撒旦 只要靠我们用口见证 圣经所说耶稣保写的功效 我再说一遍 我们能胜过撒旦 只要我们用口见证 圣经所说耶稣保写的功效 你看这里的关键在于 知道圣经怎么说 然后应用这些话 套用在自己身上 我和路德师母有一段 经常用来见证的话 我们用这些经文来见证 所以我们现在要示范一下 准备好了吗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被耶稣的宝血 救赎 洁净 并且成为圣洁 我身上各部位的肢体 是公义的器皿 合乎主用 要侍奉他 要侍奉他 荣耀他 魔鬼不能动我分毫 他没有能力胜过我 也无法凭空指控我 耶稣的宝血 已经解决一切 我胜过撒旦 是靠羔羊的血 和我自己所见证的道 我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我的身体要用来侍奉主 主也要住在我的身体内 上面每句话 都是从圣经来的 这祝福不该单单归我们 你们只能甘坐在那里羡慕 所以我们要再说一遍 一句一句说 给大家机会说出来 这是你的宣告 不是因为我们说 你们才说 而是因为圣经这样说 了解吗 你若相信圣经 就会相信这些话 所以我们会一句一句说 你在跟着复述 你不是像我们说 而是像看不见的 属灵世界说 你的话 对那个世界大有影响 超过你的想象 好吗 准备好了吗 一句一句跟着复述 不是一起说 我的身体是一座殿 我的身体是一座殿 是圣灵的殿 以蒙救赎 以蒙救赎 洁净 并且成圣 并且成圣 这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这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我的肢体 身上各部位的肢体 是公义的器皿 是公义的器皿 合乎主用 要侍奉他 要侍奉他 荣耀他 荣耀他 魔鬼不能动我分毫 魔鬼不能动我分毫 他没有能力胜过我 他没有能力胜过我 也无法凭空指控我 也无法凭空指控我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全靠耶稣的宝血 全靠耶稣的宝血 我胜过撒旦 我胜过撒旦 是靠羔羊的血 是靠羔羊的血 和我自己所见证的道 和我自己所见证的道 我虽至于死 我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也不爱惜性命 我的身体要用来侍奉主 我的身体要用来侍奉主 主也要住在我的身体内 主也要住在我的身体内 阿们 你如果真的相信 就要感谢上帝 现在花点时间感谢上帝 这是在表达你的信心 好 我要再指出一点 只有一种基督徒 有权利这样说 圣经说 这些基督徒 虽至于死 也不害怕 换句话说 他们全然尾身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活着 而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你必须扪心自问 你是否全然尾身 撒旦不怕那些 不尾身的基督徒 他吃笑他们 但是尾身的基督徒 让撒旦惧怕 因为撒旦无法打败 这种基督徒 以上的例子说明 上帝的话 是对抗撒旦的武器 现在来看上帝话语的 另一个功效 就是捷径 洗净 或使人成圣 可以用不同的词来形容 成圣是指使人成为圣洁 所以上帝的话 会洗净你 捷径你 使你成圣 不是洗净外面 而是洗净里面 有一种感觉很不舒服 就是又脏又热又粘 却没办法洗干净 只能一直忍着 我在战争时期当兵时 常常要忍受这个情况 但比这更糟的是 内心肮脏 却无法洗干净 知道怎么洗净自己 是何等宝贵的权利 想想今天这世上有几十亿人 不知道怎样被洁净 我们何等有幸 来读以弗所书五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保罗拿夫妻之间的关系 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教会被称作基督的心腹 保罗是这样说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我要对做丈夫的说 这不是建议而是命令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书名很长 叫做帮你自己一个忙 爱你的太太吧 老实告诉你 不爱太太的人很傻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接着道 上帝的话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这道是口中说出的话 就是Rima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教会是基督打算迎娶的新娘 但是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就必须用水洗净 成圣 这是要靠着传讲 教导 和研读上帝的话 我在全球各地 许多教会讲过道 我发现 今天的 领恩派教会 对敬拜赞美 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好听的诗歌 可以唱 可以拍手 欢呼 很兴奋 这很好 但我发现 经常教导圣经的教会 有一方面与众不同 他们的敬拜 有纯净圣洁的特质 这不同于 光是表达情感的教会 这种教会 还需要让上帝的话 洁净 想要有真正 纯净的敬拜 教会里的人 就要常常 被上帝的话洗净 成为圣洁 这是教会 事工的责任 就是让属上帝的人 经常被上帝的话洁净 当然 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每个人 必须向上帝的话 敞开心思意念 好让上帝的话 来洗净一切 拦阻我们 灵命成长的 种种污秽 和垃圾 这是 上帝话语的 一个功效 再来 上帝的话语 还有一个 重要的功效 就是像一面镜子 我们翻到雅各书 看一下 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 雅各说 因为听道 也就是听上帝的话 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这里形容上帝的话 像一面镜子 但这面镜子 照出来的 不同于一般镜子 照出来的 不是照出你的外在的样子 而是照出你内在的样子 照出你 真正的 属灵状况 雅各警告我们 不要只是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样子 一走开 就忘得一干二净 他说 我们如果真的把上帝的话当作镜子 就会照出我们内在 真正的景况 我向会众讲道的时候 我会举起圣经说 我向你们举的是一面镜子 我不会告诉你 你的真面目 你要照照这面镜子 看镜子怎么说 我讲赶鬼释放的信息时 这是我经常讲的主题 大家都会有点紧张 我会说 你们不要紧张 我不会从台上跳下去 用手指着你说 你被鬼附 别担心 这不是我的做法 我只会举起镜子 让你自己照照看 看完后 你自己决定 你对镜子中 所见到的样子有何打算 照镜子对鼠林的成长 和益处极为重要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 十八节 保罗说 他讲到一件很美的事 他说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对不起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句话的时态是现在事 也就是英文的现在进行事 我们若是持续照镜子 就会持续从镜中 看见上帝显现的荣耀 我们看的时候 圣灵会改变我们 使我们变成镜中所见的样子 荣上加荣 这很棒 但只有照镜子的时候是这样 你的眼睛一离开镜子 圣灵就停止动工 所以你必须一直照镜子 看着上帝的话 看上帝要你成为什么样子 你越照 脸上就会越有荣光 这不是固定不变的 保罗说是荣上加荣 你得窥见上帝要你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样子 你觉得这很棒 下次你再看 上帝会让你看见这只是一个阶段 未来还有更棒的 但请你要知道 你必须照镜子 圣灵才能动工 你的眼睛一离开镜子 圣灵就不在你里面动工了 所以你若想要改变 就要花时间照镜子 你照镜子的时候 圣灵是信实的 祂会改变你 我发现今天这世上的人 自我形象大多很不好 他们认为自己不好 可惜 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想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大概是出在自我形象不好 我相信圣经给的真正解决之道 就是不断照镜子 因为镜子首先会照出你的样子 你会很惊讶 但你若持续照镜子 镜子会让你看见上帝要你成为什么样子 让你看见自己在上帝眼中多么宝贵 我们如果花更多时间读圣经 就不太可能觉得自卑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我用这个方法帮助过很多人 一样东西值多少钱 是看别人愿意付多少钱来决定 也许你有一间房子 想要卖掉 仲介告诉你房子值多少钱 假设是二十万元 但没有人愿意出超过十二万元的价钱 所以那间房子真正的价值不是二十万 而是十二万 所以它的价值 要看买方愿意付多少钱 你有多少价值呢 怎样知道自己的价值 就是看上帝为你付出多少代价 上帝用全宇宙最贵重的东西来买赎你 就是耶稣的宝血 所以这是你真正的价值 上帝为你付出最高的代价 大家一起来宣告至少前半句 我说一句你们跟着付述 我是无价之宝 上帝看我为真宝 因为上帝买赎我 付上全宇宙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耶稣的宝血 我就是这么有价值 我就是这么有价值 然后你对魔鬼说 你不必再控告批评我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 但你必须花时间读圣经 才会知道自己的价值 只有聆听上帝对你的看法 知道他怎样爱你 才能脱离自我形象低落的问题 所以你要花时间照这面镜子 在座大多数的女士 每天都会花点时间照镜子 我抚养过九个养女 所以我很清楚女孩子 每天花多少时间照镜子 你花多少时间照上帝的镜子 我不是说你不必在乎外表 仪容是很重要的 但你花多少时间在永恒的世上 总有一天 外在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你的内在会永永远远跟随着你 所以值得你花时间 培养上帝所看重的内在美 雅各书有一段话很美 是新郎和新娘的对话 这也是在描述新郎 新郎耶稣对他的新娘教会说话 其中新郎对新娘说 我的家偶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耶稣正是这样对我们说 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 上帝的话洁净我们 我们也许感到自卑 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可是只要我们花时间照镜子 就会发现耶稣对我们说 你全然美丽 你身上毫无瑕疵 值得花时间照圣经这面镜子 再来我们要把上帝话语的功效 用约翰福音里的经文 做个总结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我觉得这是圣经上 最惊人的一节经文 我常说如果圣经的话 从不曾令你惊讶 你就是不曾真正听懂 因为圣经是一本 令人惊讶的书 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爱耶稣的人有什么特征呢 会遵守他的话 重点不再去什么教会 不在所属的教派 而在遵守他的话 这就证明我们爱耶稣 接着耶稣说 这样的人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句话真令人惊讶 圣经只有少数几处 用复数代名词来形容上帝 只有少数几处 在创世纪上帝说 那人和我们其中的一个相似 别处经文也有 但是很少 耶稣这里不是用我来自称 也不是用他来指天父 而是说我们 圣父与圣子 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句话实在令人惊讶 全能的上帝 宇宙的创造主 圣父与圣子 想要来到我们这一些 软弱 不配的人当中 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是不是很令人惊讶 但先决条件是什么 是遵守他的话 去听 去做 去应用 去活出来 若是这样做 人人都能和 全能上帝同住 圣经有一点很令人惊讶 那就是福音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上天堂 而是让天堂临到我们 圣经最后一章 并没有说 我们都要上天堂 而是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然后说上帝要与人同住 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的 上帝 竟然要来和我们同住 想到我们是怎样的受造物 就忍不住惊讶 但圣经从头到尾都这样说 上帝说 我们要来与你同住 只要你遵守我的话 好 最后我要花一点时间 来给大家几个建议 上帝的话该如何领受 关于上帝话语的功效 其实还有更多 现在我要花点时间 谈如何领受 首先要看的经文 你可能会感到意外 在以赛亚书66章 这卷书最后一章 头两节经文 以赛亚书66章 一到二节 这段话符合我前面说的 上帝要和我们同住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你们要为我盖什么样的建筑物 什么样的圣殿 什么样的教堂 上帝说这些我都看不上眼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所所造 所以就都有了 下一句是重点 但我所看顾的 就是灵力贫穷 虚心痛悔 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这里有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是虚心 你记得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不表示我们懦弱 胆怯 而是看见自己里面多么贫穷 多么需要上帝 再来是痛悔的心 这表示我们很懊悔自己的言行 令上帝伤心 距上帝余千里之外 使得上帝无法和我们同住 再来他说 这一点很令人惊讶 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所以领受上帝话语的 第三个先决条件是 因上帝的话战惊 战惊就是感到惧怕 感到敬畏 理由 就是我刚刚说的 神要来与我们同住 假如有人现在宣布说 圣父和圣子 五分钟后会进来这里 我不知道你会怎样 但我会战惊 我心里会想 我准备好了吗 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期待什么 我们这些可怜渺小的人类 如何能面对圣父和圣子 但耶稣说 遵行我的话 父和我 就必来与你们同住 所以我可以了解上帝 为什么期待我们因他的话战惊 因为这是上帝 亲自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我常常跟人说 你若想知道 自己对上帝是什么态度 就看你对他的话是什么态度 因为那正是你对上帝的态度 你爱上帝的话多少 就是爱上帝多少 你遵守上帝的话多少 就是顺服上帝多少 你心里荣下上帝的话多少 就是荣下上帝多少 所以你若想知道 你若想知道上帝对你有多重要 就看看上帝的话对你有多重要 这就是答案 因为上帝正是透过他的话 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不相信上帝 我不相信上帝要我们害怕 但我相信他要我们敬畏 对他有敬畏之心 我想稍微说一下 圣经常常提到敬畏上帝 敬畏并不是害怕被惩罚 而是对上帝存有敬畏之心 特别是真言和诗篇这两卷书 提到敬畏上帝时 都指出敬畏上帝 能带给人最大的应许和祝福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之足 不遭祸患 你看会得着生命 你若有敬畏上帝之心 就会永远满足不遭祸患 如果你有圣经索引 或圣经搜索工具 花点时间查一查 关于敬畏上帝的经节 其实我们正要谈这个 我正要教导这个 因为和下一个先决条件 很有关系 就是要谦卑 敬畏上帝 诗篇二十五篇 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诗篇 讲到有一种人 上帝会费心思教导他 你可以去读圣经学校 或是神学院 但这不表示上帝一定会收你为学生 上帝挑选学生是看他的品格 不是看智商或学位 诗篇二十五篇告诉你 什么样的人是上帝愿意收纳的学生 诗篇二十五篇八到九节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对 谦卑 以前大多译做柔和 我比较喜欢这样译 因为柔和以词更贴切 在同一篇诗篇 十二节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要具备什么先决条件 上帝才会教导你 就是敬畏上帝的人 对 十四节说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亲密就是显明他不为人知的心意 上帝把他心中的计划 显明给什么样的人 敬畏他的人 没错 这正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该有的态度 还有别处经文说 我们必须选择敬畏上帝 不选择这样做 就不会有敬畏之心 真言第一章说 不选择敬畏上帝的人 灾难必临到他头上 再来 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这里说的话很类似 我教导的时候很讶异 这些经文都强调同一件事 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所以 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 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转离一切污秽不结 和上帝不接纳的邪恶 基本上 就是要做一件事 哪件事 一件事 我听不见 悔改 对 悔改 就是转离一切 不讨上帝喜悦的事 要离弃这些事 所以雅各说 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我们领受那所栽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态度领受呢 对温柔的心 意思都一样 接着 接着你必须准备好 避养上帝的旅行上帝的旅行 上帝会向你显明真理 最后我要再翻到十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 这是给每一个人的建议 大卫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了你 我的建议是 你若真的想蒙上帝赐福 想要人生真正亨通 就必须把上帝的话 珍藏在心中 有个很实际的做法 就是背诵经文 我相信背诵经文极为重要 圣经谈到那些 默想上帝话语的人 但是心中没有上帝的话 就无法默想 你必须把经文背下来 才能默想 我要分享我在一本书上 读到的一件事 书名叫《中国大陆教会现况》 作者是卡尔劳伦斯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读过 这本书很棒 如果你还没读过 尤其你若是华人 这本书你非读不可 新加坡的华人 有一点令我感到意外 如果我可以老实说的话 他们不太关心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这令我感到惊讶 不过在这本书中 作者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你知道文革是什么吧 当时基督徒受到严厉的逼迫 唯一幸存的是那些背下经文的基督徒 其他基督徒不是自杀精神分裂 就是出卖其他的基督徒 所以把上帝的话背下来非常重要 这会给你内心力量和安定 这是无可取代的 我给你的建议是 好好背经文 在座各位看起来 年纪都还很轻 还有能力背经文 你若愿意背 就背得起来 你若不背经文 就会错过很宝贵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和师母会背多少经文 我想至少有两百段经文 可能更多 我们背经文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经文 我们不断在面对属灵征战 不断在攻击撒旦的营垒 如果我们不将上帝的话 藏在心中绝对撑不下去 我们背经文 相信经文 然后大声宣告 所以这是我最后给大家的建议 如果你真的想蒙上帝赐福 就求圣灵指示你 需要背哪些经文 因为你需要背的经文 可能跟我们很不一样 求主赐福给你们 因为你应该怎样的 接下来 我们不断在这里 在内蒙池里面 我们不断在这里 如果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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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在这里 你不断在这里 如果你不断在这里 你不断在这里